有些人說 輔導我有一段時間都做不到 有些人說我很難做到輔導員 其實我們跟家人聊天 都可以用很多輔導的技巧 跟人相處 上班 跟人相處 傳福音 建立靈命 事奉 各樣的事奉 其實都需要輔導的技巧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動力去學習 很重要的一件事我想說 輔導不同教導 輔導是引導一個人成長 教導就是那個人想學 有些人很想學 例如想怎樣四年充滿 想怎樣經歷神更多 這些是他想學習 我們就可以教導 輔導通常是那個人 他不覺得是困難 或者他心裏 他覺得我是一向做這樣的 但是他不知為何有這麼多麻煩 或者他很不開心 他在很多情緒的情況之下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不是教導 因為他都很不開心 我們告訴他 尤其他不願意改變的時候 是很難改變的 這個就要引導他 看到問題在哪裡 然後他逐步逐步提升 而很重要的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他的同神關係 如何得力 第二就是他如何處理他的問題 如何放手 對於世界上的問題 放手 而很重要的是 我輔導是用輕鬆得性的教導 如果我們中間有些人還未有這本書 你可以今天跟我太太說 這本書就講到 很重要如何和神相愛 然後處理生命 然後發揮生命 這裡我將輕鬆得性七點 很簡單地說出來 第一點 就是我們輕鬆得性如何處理生命 第一就是深信神充滿愛和能力 祂有能力幫助我們 祂也很愛我們 很想幫助我們 祂能夠凡事祝福我們 第二就是 神是很愛和體重我們 就是我們 我們還要是寶貴的 祂一定會祝福愛祂的人 第三就是神應許 凡是信靠親近遵從事奉祂的人 神一定祝福祂的 第四就是 人不能破壞神的計劃 所以我們 不需要被人影響 我們可以對人們放手 有些不好的人 他們不好的地方我們放手 但我們依然對他好 但他不好的地方我們可以放手 不用介意 很多人的問題就是他介意 你說他那麼壞 為什麼不介意呢 就是因為他壞 所以我不需要介意 他那麼壞 我介意就越來越辛苦 他經常都罵人 他有沒有改過呢 我們認識的人 那些罵人的人 有沒有改過呢 是很少改的 那些人經常都 暗暗沉沉沉 經常都埋怨 他會不會改呢 是很難改 因為 他腦的線路 全部都是埋怨 投訴 批評 利用人 負面 他的線路 全部都是這些線路 這樣的時候 我們希望有一天可以幫助他 那怎樣幫到他呢 首先我們先不給他影響 他罵完我 我也是一樣溫和對他 因為我覺得 他在神裡面是小朋友 甚至他還不是神裡面的人 他是一個小朋友 雖然他是大人 但他根本是一個小朋友 他思想是一個小朋友 有些人是 很多人都是 很敏感的人 說什麼 有什麼提議 他馬上有很大反應 因為他根本不能夠接受任何意見 他覺得他自己用正確才開心 一不正確 他就一定會不開心 那我們學習人的問題 其實這就是很多人卡住的位置 其實不同的點也有很多人卡住 因為很多人覺得神不太愛我 那就是第一點 第二是我們不太寶貴 很多人覺得自己不寶貴 那就是卡住 第三是很多人覺得 神也不會祝福我的 但是聖經說了 他會祝福凡是親近遵從他的人 第四是很多人卡住 就是什麼呢 人們很壞 所以我就很不開心 第五是環境 雖然環境很差 但是神應答應 無論是順境亦境 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 第二是所有親近愛神的人 一定得福 所以環境我們不需要懼怕 有些時候我們都需要受苦 例如在末後災難 到底神怎麼供應我們需要 我不知道 但有些日子可能真的沒有東西吃 但我們不用怕沒有東西吃 即餓死便上天堂 如果神要我快點上天堂 便上天堂 如果未餓死 總之神有方法維持我們生命 我又做神吩咐的事 即使吃得少一點 也不要緊 也不要死 即使死也不怕 即使餓下也不要緊 心裏便說 什麼問題神都一定祝福和紀念 和我一起 祂會加力給我 祂會徘徊我 所以有困難我們不用怕 第六 很多人因為情緒影響 而情緒是受思想影響的 因為人們覺得 人們很差 於是他就會很憎恨人 很不喜歡人 那他的思想影響他情緒 或者他說我沒有用 他這個思想便會影響他的情緒 他就覺得自己沒有人喜歡 自己是不受歡迎的 所以他就會影響他的情緒 所以我們處理情緒 因為很多人都是受情緒影響的 但是一定是思想改變 經常都深信 我是備愛 我是寶貴 我是重要的 神一定會提升 但有些人說 你說就說 事實又不是 很多生命需要重建 重建思想 重建與人的關係 重建處理思想的方法 重建與神的關係 重建如何祝福人 如何依奉神 這些是需要重建 即使你相信 神好愛你 不會馬上改變 是需要重建整個生命 因為我們的生命 你想想像花園一樣 如果花園沒有修理 一定會變差 我們就要修理 因為我們有一個根 開始有些泥 要爬鬆 下肥料 讓那些泥 肥肉 適合的種子 神的話語 然後怎樣去 逐個部分去修理 我們生命都一樣 所以我們需要處理這些 整個生命提升 在這裡 我們一方面 訓練人士奉 另一方面 有些人需要 醫治、釋放、安慰 我們又幫助他們 我們幫助他們 我們幫助他們的過程 我們侍奉的人員 又有機會操練 有些人又被提升 又希望你將來幫助他們 因為神是紀念我們所做一切 我們侍奉神 神一定會歡喜 神會祝福 所有人都要交仗 所以我們的思想模式改變 整個生命提升 神會祝福我們 而第七點 就是我們可以選擇喜樂 喜樂是一個選擇 例如有些窮的人 以前的日子 大家 因為我的年齡和你不同 在我小時候 那些人真的窮很多 不過現在也有很多很窮的人 那時候很多木屋區 現在的木屋區都沒有 以前很多人住床位 我也是住過床位 我小時候是住床位 那時候的環境很差 不過那些人又不見得很煩惱 又不見得很不開心 窮不是一定不開心 是可以選擇 因為那時候的人沒有什麼比較 每個人都是窮 窮也有他窮得開心 就是他的思想影響他的喜樂 我們選擇在耶穌裡可以喜樂 這七點的總括是 第一 神是充滿愛和大能 你跟我說 第一 神充滿愛和大能 第二 神很看重我們 第三 神祝福那些跟從他的人 第二 第二 我們不需要介意惡人 第五 就是環境不能夠破壞神的計劃 第六 就是思想可以改變情緒 第七 就是我可以選擇靠住喜樂 這就是我們輔導的過程 想他成長的地方 我們想他成長的地方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知道 不只是教導 什麼時候教導呢 那個人很想 他很想在神裡面起落 很想怎樣處理我的生命 那我們就可以教導 不過 在這個過程 他可能有很多事情 他以為自己做得對 那些就需要引導 就是我們需要分辨 到底他是需要輔導 要是需要教導 這個東西 我們給大家很多機會 每一堂都有機會大家去練習 以下這些經文 我們就這樣跳過 很簡單地跳過 就是讓我們看到 第一 這裡就是 神一恩我們歡恩喜樂 墨而愛我們請我們喜樂 而歡呼 神很喜歡我們 開心的 祂有愛是有感情的 第二 就是我們重價買來 就是我們很寶貴 我們個個都寶貴 每一個人是沒有價值的 但是有時候人就會告訴我們 生個叉燒好過生理 你真的沒用了 你就是廢柴 這些說話 都是人傷害我們的說話 而這個經文很重要 歷代至上 二十九章十一到十二節 就是 最後說 在你的手裡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 是神有一切的恩典 他能夠令任何人成為強大 和滿有恩典的 能夠成為尊大的 這是神的能力 而且神在我心裡有奇妙計劃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面讀一日 已經寫了你的賊償 個個都有奇妙計劃 今天也是神計劃 你今天可以得到這個恩典 我們多謝耶穌 我今天可以進入神的計劃 如何得到神的祝福 聖經又說了 神是愛祂的人 預備 你想也想不到祂的恩典 所以愛祂就可以得福了 先求神的國同的義 關心神的天國 關心神的義 尊重神的義 這一切就加給我們 聽神的道而遵守的人是有福的 以耶和為樂 神就叫你成教於地的高處 神叫你心裡所求的慈悲 這是如何得福 而很多基督徒 這就是罪的破壞性 就是因為罪和負面情緒 爛了神的恩典 就是他心中各樣的罪抗拒 引致他生命很多破口 但我們越是處理這些事情 心裡所想的都是按照神的方式 有些人會這樣說 那不就好像奴隸一樣嗎 其實不是 爲什麽呢 爲什麽呢 奴隸就是很受約束 在神裡面就說 我還要我寶貴 我開心的 神會祝福我 這些消息 完全是正面的消息 是很輕鬆的消息 我要歡欣喜樂的 神是很愛我的 這些消息在世上是沒有的 所以神的道理並不是一些捆鎖 神的道理是自由的道理 所以我們知道 跟從神就可以處理罪和負面的情緒 還有人能把我怎樣 有耶和幫助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樣 人能把我怎樣 人能把我破壞 所以我又不用怕人了 我不用受他的影響了 而處理人際問題 就是耶穌也為我們受了欲罵 我們人的欲罵都落在基督的身上 上高的經文 羅萬書十五章三節 耶穌也為我們被罵了 其實他罵我們是罵耶穌的 落在他身上 以善性惡 就是他惡也好 我以善來得勝 耶穌就喜悦了 而我給了一杯涼水人 神也祝福 我們越對人好 你越多朋友 很多跟人相處不好的人 他經常說 人家對我不好 我就不理會他 我就不跟他做朋友 我不關心他 我關心他就吃虧了 但我們越不關心 我們就越吃虧了 但他對我不好 我依然對他好 反而我是得福的 這就是神的方法 還有其中一個觀念 神經病人罵我們 我們很快就忘記 因為他神經病 世人不是個個都瘋 不過世人個個都有罪 所以世人有罪 我們不用整天想著他的問題 我們就好像瘋子 我們忘記 但你不要說他是瘋子 我們也不是說他瘋子 我們只是說人有罪 所以他會做一些不好的事 於是我就放手 我的人是可以 我可以越來越被神提升 那些人拔著我 不要緊 我不用被他們影響 我可以放手 而這個德性五步曲 亦是幫助我們處理任何問題 第一就是留意 現在我讀這些紅色字 留意 即是留意到什麼問題 有什麼罪 有什麼軟弱 第二就是破壞性 因為這些東西都有破壞性 第三是聖經觀念 即是聖經教我怎麼做 第四是祈禱 求神給謝面和給力量 第五是選擇 就是選擇聽神的話 什麼罪都好 什麼問題都好 我一留意到馬上處理 以及管理情緒的ABC觀念 就是說 A就是Activating Event 有件事令我們不開心 B就是信念 信念就是影響C consequence 的後果 這個經文 有耶穌幫助我 我必不懼法人能保障 這就是信念 有人傷害我這件事 發生 我信念神會幫我 跟著施 我就不懼怕了 這就是因為我的信念 所以我改變 但有些人說 你信就有 不信就沒有 耶穌是真的 這個世界真的有神 有很多證據 信不信都有 正如我的袋子裡有個銀包 有些人說 我不信 你不信我的銀包也在 你不信不代表我的銀包也飛去 神是真的 祂不會飛去 祂一定在 神會審判是真的 個個都要面對 也有很多各方面的證據 如果大家在這方面有疑問 大家可以上網看證明 葉穆斯 你會看到我講證明有神的影片 這也是另一個 這個我不說了 總之意思是 我們的思想 改變我們的信念 改變我們的情緒 從這裡處理情緒五大鑰匙 一起讀黃色的字 第一 留意 信神愛自己 正面清垃圾 親近神處理 就是說 我留意到 我有問題 我有情緒 我信神 還有祂是愛我的 亦我們愛自己 珍惜自己 正面 就是說 我思想正面 清理這些垃圾 親近神 神會祂的同在祝福我 和處理生命 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 我留意到 自己留意到 我經常不開心 我被人懷疑也不開心 我有什麼事發生 我也不開心 我留意到了 我信神 愛我 和我自己愛自己 我就正面 神一定給我盼望 耶穌經常被人正面盼望 經常被應許 經常被應許 經常有 清理垃圾 然後我親近神 就得力 得到平安 然後我處理生命 這裡 還有 是刻意的 輕生德星的教導 就是刻意 為什麼刻意呢 沒有人會自動開心 一定是有原因 除了小朋友 小朋友都是你生氣他玩他開心 小朋友神做小朋友 他有時都好像沒有什麼原因 就會笑 因為他都看到一些東西開心 所以他會笑 我意思是 人需要有一個原因令他笑 而大人有一個困難 和小朋友比較 大人是難一點開心的 因為我們試過太多傷害 我們需要刻意的選擇 就算 這裡說到 雖然無花果樹不放旺 每天都不順利 我依然選擇 靠神來起落 就是靠神 處理負面的東西 能夠有起落 如何刻意活在主的起落 第一就是深信神很愛我們 第二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 我是寶貴的 以及我建立能力 建立與人相處的能力 建立親近神的能力 建立幫助人的能力 幫助侍奉的能力 這個人就會覺得 我是寶貴 我是重要 因為不只是信耶穌看中我 我自己也真的有發揮 自我形象就會健康 當一個人自我形象不健康 他很難開心 譬如每天都說 我沒用 我做什麼都不行 他怎麼會開心 他一定不會開心 第三 第三 清理垃圾 罪、內疚、負面思想、負面情緒 第四 不斷敬拜讚美愛慕神 和感激神 就更加容易起落 你會學到的 學到怎樣 做一些普通的事情 例如洗碗、煮飯、洗澡、測牙 可以一路的心讚美神 忠義神 忠義神已經是祈禱 你不是一定要說 親愛天父 多謝讚美你 感謝讚美 不用一定要這樣說 心歡喜神 喜悅神已經是敬拜讚美 第一就是學在安靜的時候 第二就是學什麼呢 做其他事情都在賺美 都喜歡神 譬如我現在一路跟你說話 我一路喜歡神 我發覺有一種能力在我裏面 我們學習 就算做其他事情的時候 都在想耶穌 那你做不到的 你內中想想 譬如你做很多公司的事 你做完之後 多謝耶穌 耶穌在愛我 你的人就保持喜樂 第五 學習主要平穩安靜 輕鬆些 神會搞定的 輕鬆些 第六 不斷數算神的美善和恩典 以神為樂 神有很多好事 我就數算神的恩典 第七 多些唱詩 或者開心地笑 叫自己整天都在喜樂的狀態 這幾點 我重複回最主要的 深信 神很愛我們和有能力 第二 神很寶貴 第三 神一定祝福那些 親近遵從祂的人 第四 人不能破壞計劃 需要介意惡人 第五 環境不會破壞神的計劃 第六 思想影響情緒 所以我們處理思想 可以改變情緒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靠著喜樂 好 現在我們這次簡單說一說 這個輔導的步驟 然後我會示範一下一點點 首先我解釋一下 就是引導或輔導人的時候 千萬不要避免指責 有時候那個人很錯 他很錯 我們是否可以指責 還是不可以指責呢 其實指責是可以的 不過問題是 用什麼方法指責 指責可以這樣的 你覺不覺得你做的事 對你有影響 對人有影響 你覺得神喜不喜悅 你覺得有沒有後果 這些其實是指責 不過讓他反思 因為當一個人找你 他不開心 或者你家人相處 或者就算你和基督徒相處 譬如一群基督徒一起合作 然後有一個做得不好 然後你說 你做得不好 拍了我們 那個人受不受得下 是很難受得下 其實在這個世界上 很少人能夠受得下 一些直接的指責 但我們可以去引導他 譬如說 你覺得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會不會有影響 大家會有什麼感受 這些是引導用問題的方法 而問題不要帶有一種尖銳的刺 好像怎樣 你知道自己是蠢嗎 你們是尖銳的 你知道你做的事也是這樣嗎 你做的事也是人家要收拾 你覺得這件事是否解決了呢 是否做得好呢 那其他人要怎樣做呢 就是讓他去反思 而不是去認對覺得被刺傷先 我們發覺 耶穌真的是 對法利錯人 祂是指出祂的罪 因為祂不肯悔改 但就算彼得要否認耶穌 耶穌也是說 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止於失了信心 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他真的是一種完全是接受和鼓勵他 一樣會改變人 不一定要罵人才會改變人 所以在輔導的時候 我們記得不要用指責的方法 譬如說你不愛主 我相信這種說話很多人聽過 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你不愛主 你不祈禱 你不聽話 你不讀聖經 你不做什麼 這些是令人更加沒有動力 因為他覺得 我什麼都做不到 我們可以怎樣說 我們親近耶穌 耶穌就喜歡 我們一遵從祂 祂就很歡喜 祂就祝福你 你處理生命 祂很開心 祂一定會幫你 這些方法 是否更容易受落 所以我們要留意 不是用指責 而是引導祂知道問題 就是給祂盼望 你改變 神就歡喜 神就掌赤你 第三 引導祂的心信 神很想幫你 他說我不覺得神幫我 我可以問他 你有沒有試過 你親近神 或者祈求神 神幫過你 你有沒有試過 他說我試過 不過很多時候都沒有 但是你試過 你試過 神會幫你 有時候沒有 可能有其他因素 但是你試過 神是關心你的 你就有這個信心 我有困難 神總會幫我的 由祂正面的經歷 因為人的信念是由經歷而來的 譬如有個人經常被罵 他很難相信這個世界有人愛他 我們是需要由他正面的經歷 如果有個人由百分之一百全為負面經歷 當然他就沒有什麼正面的經歷 但是多數我們周圍的人 由基督徒總有一些正面經歷 總有一些基督徒對他好的 總有祈禱得到幫助 那些就可以成為他的正面經歷 他就記得那些正面經歷 我們就幫他處理 第四 引導他有動力去處理生命 就是推動力很重要 就像火車頭 我有很強的動力 為什麼呢 我知道神很想祝福更多人 我知道我做的神很喜悅 神一定會提升 所以我很想做更多 我不想退休 我絕對可以退休 但是我不想退休 這就是我有動力 我們怎樣有動力呢 就是神這麼愛我們 我們這麼寶貴 我們聽神說神很喜歡 不聽神說一定有不好的後果 所以我們就有動力了 引導他 引導他去尋找處理的方法 他有問題去怎樣處理 也讓他知道 他任何正面的意念和動作 都會帶來好的那一刻 這就是一個鼓勵 一百分之一改善 神已經喜歡 你就會逐漸進步 一天改善一百分之一 一百天就一百分之一百 對嗎 這些發覺全都是正面的 我現在看到時間上 已經時間不多 我現在就示範一個 說一說我想你做什麼 我們稍後會做什麼 我們稍後會做什麼 我也想大家想想想 有誰想出來示範 我可以示範一點 但我現在說了一個 今天會做的什麼 今天會做的呢 因為輔導有很多方面 我們這次輔導 是幫助這個人和神的關係更加好 人對於神的關係有很多種看法 有些人說 我太軟弱了 所以我覺得神都不會愛我 不會喜歡我 有些人覺得很難 覺得走神的路真的很難 有些人覺得 人都不喜歡我 所以神都不會喜歡我 有些人是不懂 他不懂怎麼祈禱 所以他經常祈禱 都會說很多話 他覺得神沒有英文他 譬如我們說一個情況 我現在解釋一下 我想你少了做什麼 譬如有個人說 我不覺得神愛我 當他這樣說的時候 我們就去了解 了解的時候可以由警方說 我聽到你說你覺得神不愛你 這樣的時候他會解釋 這是一個方法 引導他講話 我聽到你說你覺得神不愛你 如果他繼續說 就讓他講 如果他沒有繼續說 我們可以說 你為什麼會覺得神不愛你 你告訴我 你有什麼經歷呢 可能很多人說不同的經歷 我又沒有錢 我求神又不給我做 我便覺得神不愛我 沒有人喜歡我 我沒有朋友 我便覺得神不愛我 我求神又不依我 我便覺得神不愛他 他有不同的原因 這些不同的原因 你要和他拆解 有時間拆解 但多數人都有正面的經歷 所以我們可以問一問他正面的經歷 因為他的改變 他會改變是因為他有正面的經歷 他才會由經歷建立他的信念 我可以問他 你有沒有試過祈禱 祈禱求神幫你 神有幫你 或者你見到有人祈禱 神真的幫他 你有沒有試過 他講出來 這就是他的正面經歷 他的正面經歷 可以建立他對神的整體信念 譬如說 譬如說 我有試過 我讚美神有些開心的 我們馬上欣賞 這就是主 你一讚美神就開心 盡量引導 你覺得為什麼你會開心 可能他說 唱歌就是開心 但你有沒有覺得 這種開心和你只是唱歌有些分別 你讚美神的時候有沒有些分別 他可能說出來 他講不出來 我們都可以問他 是否你想著耶穌讚美他 你會開心一點 這種跟你唱一首情歌 唱一首什麼歌 叫你生的姑娘 那些開心有沒有分別 是否想到耶穌讚美他 有開心是不同的 可能他說 是的 留意到 我們就解釋 原來我們想到神的時候 神就做功 神就叫你開心 所以 其實當你這樣讚美神有開心 神在你裏面將一些喜樂給你 那時候有這個經歷 到底神是否愛你呢 這件事有沒有顯示神愛你呢 希望他會看到 原來我讚美神 神會叫我開心 都是他的愛 如果他看不到的時候 我們一問完他之後 都可以跟他說 你讚美神 你唱首歌 你生的姑娘 你不會那種開心 但你讚美神不會開心 就是你想到神的時候 神就做功了 所以原來親近神 神就和我們一起 祝福我們 即是神在愛我們 回應我們 祂喜歡我們 也可以問他有其他的經歷 其實他說得出 原來你有這麼多經歷 也經歷過 祈禱耶穌也幫過你這麼多 即是由他正面經歷 去建立他的信念 好了 我們回到他不開心的那裡 或者應該這樣說 再建立他更強的正面經歷 那你覺得 如何可以更強的 深信神愛你呢 你有沒有發現 譬如很多次讚美神 是否真的開心了 他說是 對呀 這是一個鎖匙 那你就天天讚美神 原來整天讚美神 一個人就越來越開心了 你知道這個鎖匙 你就照樣做 那你有沒有其他因素 令你覺得開心的人 有時候有些可以我們引導他 你有沒有試過幫過一個人 你幫完他 譬如跟他講關於耶穌 或者為祈禱關心他 歡迎他 你這個人已經開心了 你有沒有試過 他說有 我幫人開心了 原來當我們做神歡喜的事 神又開心 他就會祝福你 由他正面的經歷 由他知道 敬拜讚美神會開心 因為耶穌的緣故 幫助人又會開心 或者放下垃圾 如果他試過 有些人未必試過 總之任何方式 或者祈禱得到幫助 有些人真的很神奇幫助 有些病得醫治 有些是他的困境 神幫助他 神真是幫助你 不過他說這些是幫助 不過很多還沒有幫助 我們說不要緊 你知道神怎麼幫助你 便可以逐步逐步 好 說回你的困難 譬如說 我很想找一份工作 不過找一份工作 又找不到 我就覺得神不幫助我 我們可以說一句說話 即是說找工作找不到 你就不開心了 你就覺得神沒有愛你 你覺得神是否不愛你 是因為他不愛你 他不關心你 所以你就找不到工作 這樣讓他反思 我們引導他去想 沒有工作的時候 你會做些什麼 即是沒有工作的時候 你的心會怎樣 你和神會怎樣 有些人真的會埋怨 有些人會說 我都要祈禱 我都要祈禱 不過也沒有找到 我們就說 有一件事我留意到 你沒有工作 你會祈禱多些 你以為神是否喜歡 神是會喜歡的 你祈禱更多 神因為很想人 有這個親近他的心 所以你一直祈禱親近他 他是喜歡的 他喜歡 他就會在過程中幫你成長 當你成長 你願意親近他 神就會一步步祝福你的生命 這也是神可以透過困難 來帶領我們學習 去親近他 越親近他 就會越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過程中 可以引導他 多些去親近神 我們又可以問他 你覺得我們擔心 會不會難助神的祝福 擔心會不會呢 很多人都會說 是會的 埋怨會 我們怎樣可以除去這些埋怨和擔心呢 總是用問題的方式去引導他 有些人說一說一說 他已經說 我知道了 應該怎樣做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教導清楚 有些人就不是 他說 我也是覺得神對我不好 這樣的時候 我們需要逐步引導他離開這個狀況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很棘手 我們需要很多過程 一個人的 有些人很大情緒 我們逐步逐步引導 但我們想這個教導 大家應用到 所以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等一下你們的小組裡面做什麼呢 如果有個人覺得神與他的關係 不是那麼好的 神不是那麼愛他的 可以集體一起去引導他 輔導他 如果沒有一個人 那麼祖長就帶領大家 如果有一個人是這樣的 我們怎樣去引導他 這樣去討論 現在問一下有沒有人願意出來示範 示範就是你自己在 我們這次特別講到同神關係 有沒有人是你同神關係覺得困難的 我就示範跟你引導 跟你聊天 有誰願意 願意出來 我就可以大家一齊看到 怎樣做 我想問一下大家 這才我講的過程 大家收不收到 我再重複簡單一下 這個過程 如果大家有想到 誰願意出來示範 你在屬靈上想幫助 我們立刻去幫助你 我想講大約就是這樣的 當然有一些負面的經歷 他覺得神不愛他 或者覺得神很遠 我們就了解他什麼事發生 引致他有這些經歷 我們都有同理心接受 就是這樣相信 雖然我們自己可能覺得 我很有神的愛 但他不覺得 我們就認同 你是辛苦的 你覺得神很遠 你覺得神沒有幫助你 所以你覺得不開心 我們接受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給人有感覺 是覺得被接立 這個是很重要的 先被接立 我們才能幫助他 然後回應了他的感受 我們就可以問他 你有沒有試過讚美神 有平安喜樂 覺得開心了輕鬆了 有沒有試過 他說有 然後我們就引導他 分析為什麼你會開心 跟你普通唱歌 跟你普通去旅行去玩 有什麼分別 當你親近神的時候 那種平安喜樂 有沒有分別 是不是從神而來 是不是也代表神在愛你 就是由他正面的經歷 或者祈禱得到幫助 或者有些疾病得醫治 或者有些情況求神幫助 神是為他開出路的 我們就由這些去讓他看到 神其實在愛你 這些地方神在愛你 我們怎麼可以建立這些 然後就去問他 他實際的經歷 他實際有什麼負面經歷 然後引導和他拆解 到底這個經歷 是否代表神不愛你 因為有時候我們不懂得 如何得到神的幫助 得到神的愛 還有有時候困難 人人也會有的 我自己也試過一段長的時間 是沒有一個瘦身的工作 其實我到現在都沒有的 在我經歷四年之後 我的事奉全都是 我回到外國的時候 我自己開一個新的事工 完全不是有人 也試過有被請的 不過是短暫的 我開一個事工 叫我能夠供應自己 但當時真的沒有供應一段時間 但這個時間叫我更加拯住神 更加信靠神 即是我成長的時候 你如果有這些經歷都可以分享 引導他看得到困難不代表神不愛你 不過只是人生一定會經歷的情況 在那些情況下 有沒有經歷到神的幫助 如果有的話 就告訴他神在愛你 就去引導他如何在困難的情況 得力 得到神的幫助 而能夠面對這個情況 我想是怎樣呢 每次我們都操練一些 譬如將來我們會操練什麼呢 如何回應那些有情緒的人 另外 回應那些跟人際關係有問題的人 或者自卑的人 各種問題 大家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 就懂得去處理 一會小組大家可以 一會有個人去分享 然後其他人回應 一會就用假設的情況 組長帶領著 現在有沒有一個人願意 想出來 是 全片 旁邊 好 動作 有 針對 師